2024年10月31日战况已一决战 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战争已经爆发 黎巴嫩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说起黎巴嫩的历史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 古罗马第一劲敌 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 恶守欧亚非的战略要道 三面是陆地、西林地中海 与叙利亚和以色列巴勒斯坦接壤 国土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 比我们熟知的天津还要小一些 但就在这么小的地方却孕育了非常悠久的文明 一说到中东 我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涌现出沙漠、黄沙、戈壁等景象 用这样的景象来想象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国家是可以的 甚至黎巴嫩的邻居叙利亚和以色列也是如此 但如果用这样的印象来想象黎巴嫩 那就大错特错了 黎巴嫩境内以山地为主 有高山、峡谷、沃土、海滩 但唯独就没有沙漠、黄沙和戈壁 黎巴嫩属于冬暖夏凉 阳光与水充沛的地中海气候 古地土地肥沃 完全迥异于中东的其他地区 人类古代四大文明 有两只起源于黎巴嫩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地区 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地 也诞生在那片被欧洲人称为中东的地方 文明在这块土地上不断交汇、碰撞 黎巴嫩就是斐尼基文明的摇篮 斐尼基文明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39年 前后历时近2000年 下图是斐尼基地图 图中就有今天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和德里波里 所以贝鲁特、德里波里都是拥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但当时最著名的城市却属于泰尔和西顿 这两座城市曾先后作为盟邦的盟主 斐尼基人是陕米特人的一支 他们善于航海与经商 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也在中东和北非建立了不少殖民点 剑下图成为今天地中海国家民族组成的一部分 斐尼基人最初使用苏美尔人创建的西形文字 后来为了提高效率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 他们以原始迦南字母为基础 和简化后的西形文字 设计出了22个斐尼基字母 斐尼基字母与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同源 在西方文明中 希腊文明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没有之一 而斐尼基文明就是希腊文明的来源之一 希腊人从斐尼基人的商船上得到了许多来自东方的制成品 学到了许多工艺美术 但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斐尼基人的字母 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 丧失了自己最原始的字母 但经历了黑暗年代之后 终于又学会了斐尼基字母 然后再加上几个母音完成了字母的作用 这些字母就成为后来欧洲各类字母之族 斐尼基的商船上又在有埃及等处运来的笔墨纸等文具 推动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不断起步 或许可以这么说 希腊和西方文明是斐尼基文明的发展 斐尼基人在公元前14、50世纪时 不断定居到地中海海滨 建立了很多城邦 环绕着地中海 斐尼基人建立了往返于希腊 西西里岛 撒丁岛 巴利阿里群岛 伊比利亚半岛 加拿利群岛的航线 他们的船只定期往来于北非 比凡特 希腊和地中海各岛屿 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 进行金属锡 铜 银的开采是他们最重要的商业活动 这说明他们的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 已经十分先进 成熟 现在还有证据表明 他们的商船 曾远至不列滇群岛 也曾经穿过曼德海峡 进入亚丁湾 沿着今天的索马里海岸线 一直南下到达今天的南非南海岸 并环形整个非洲大陆 由此可见 斐尼基人在当时 已经拥有了非常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移民已经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现象 在三千多年前 斐尼基人就开始向地中海周边地区 进行大量移民 在斐尼基人建立的众多环地中海移民城市中 最著名的 莫过于斐尼基的泰尔城移民 所建立的加泰基城 加泰基就是古罗马崛起过程中 最早甚至是最重要的对手 而加泰基最终也成为古罗马帝国崛起的背景版 公元前814年 泰尔城的一位公主 带领一群泰尔人来到加泰基 开始建设这座新的城市 加泰基同其他斐尼基移民城市 一起向泰尔城定期朝贡 大约在前650年 加泰基脱离泰尔独立 加泰基的港口优良 海岸线绵长 很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和地中海的商业中心 让加泰基迅速繁荣了起来 鼎盛时期的加泰基 已经拥有70万人口 还率领着300多个城邦 加泰基在成为地中海商业中心的同时 还在技术和文化上 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们发明了先进的航海技术 和造船工艺 让他们的武装船队 可以与任何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就在加泰基商业不断繁荣的同时 加泰基的政治也取得了快速进步 早期的加泰基实行君主制度 国王为最高领袖 并拥有绝对的权利 公元前480年 国王开始失去权力 裁判官势力开始崛起 到公元前308年 加泰基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共和制度 由两个最高行政长官 和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 来共同治理城市 今天我们知道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设计合理的机制 实现权力的互相制衡 2000多年前的加泰基城 就已经构建了这样的机制 加泰基城的权力构架 与后来的古罗马帝国十分类似 古罗马是不是超了加泰基的作业 现在已无法考证 建立了先进的政治体系 又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航海技术 加泰基开始迅速扩张 首先与古希腊城邦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从公元前600年开始 加泰基就与古希腊城邦 以地中海中的西西里岛为中心 展开了一系列的争霸战争 史称西西里战争或希腊布尼战争 这是古代战争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西西里战争最重要的三部分分别是 公元前480年的第一次西西里战争 公元前410年至340年间的第二次西西里战争 公元前340年至315年的第三次西西里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65年 总计时间长度高达335年 虽然这场战争最终也没有分出胜负 但加泰基却在地中海西部建立了自己的霸权 下图是公元前264年加泰基的疆域 而东地中海的霸权则属于古希腊城邦 此后这场战争却不得不结束了 因为西方历史上更重要的国家古罗马帝国崛起了 公元前264年 古罗马在完成了亚平宁半岛北部的统一之后 攻占了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城市墨西拿 建下图正式进入西西里事务 至此 对于希腊来说 西西里战争正式结束 但对加泰基来说却不是 他只是换了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古罗马 双方开启了历史100多年的布匿战争 或许因为希腊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 在地中海的权力纷争中 古罗马将自己视为希腊一方的继承者 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与加泰基视同水火 对加泰基进行接力赛性质的战争 面对新兴的古罗马 加泰基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是他没有一支正规且忠诚的军队 这与古罗马的军队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第二是他领土之上的城邦或王国尽管保证对他效忠 或者维持中立 但他们实际上从未参与加泰基的征战 这两大因素就严重削弱了加泰基的战斗力 在穆西拿附近的麦尔斯 加泰基遭遇了与古罗马之间第一次海战失利 此后古罗马希望将战火引向科西加和撒丁岛 但未能如愿 然后古罗马又希望将战火直接引入到非洲 尽管古罗马最终战败 并导致统帅雷古鲁斯被俘 但却引发了加泰基雇佣兵的叛乱 让加泰基内部出现了危机 尽管加泰基随后平息了叛乱 但却暴露了加泰基的脆弱之处 使其彻底失去了对西西里岛的控制 并被迫向古罗马支付了沉重的战争赔款 巴卡家族是加泰基一个著名的军事和政治家族 名将汉尼拔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 公元前247年 汉尼拔在加泰基出生 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度过 青年时期在西班牙生活 在29岁时接管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领地 从此汉尼拔开始率领加泰基军队 对古罗马进行征战 名将闪亮登场 公元前218年 汉尼拔率军横月 被视为罗马天然屏障的阿尔卑斯山 在意大利半岛各处不断击溃罗马的军队 在坎尼战役中 甚至全歼七万古罗马大军 但古罗马的基础太过雄厚 汉尼拔并不能完全将其瓦解 这使得古罗马获得了喘息机会 公元前212年起 古罗马转入反攻并直接进攻加泰基 汉尼拔被逼无奈 只能回师援救 结果因千里迟援 致使兵力下降 士兵也疲态尽险 最后被古罗马军队击败 加泰基被逼在公元前201年 与罗马人签订了条款苛刻的合约 条约规定 加泰基失去阿非利加以外的一切领地 遣散海军的同时 将全部舰队移交给古罗马 只能保留十艘巡防海岛的船只 还偿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 公元前146年 古罗马彻底摧毁了加泰基 从此 这个曾经辉煌的城市 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 随后 古罗马帝国又攻占了埃及 希腊 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黎凡特等地区 今天的土耳其等地 成为地中海地区真正的主人 虽然加泰基被古罗马击败 但在此后古罗马崛起 成为地中海主人的进城中 再也没有任何对手 有能力攻入古罗马的本土 所以 加泰基 才是古罗马崛起进城中的第一劲敌 虽然菲尼基和加泰基先后灭亡 但他们所创造的文明 却融入了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区 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但菲尼基文明 依旧显示了自己的不同之处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 古罗马帝国开始镇压基督教 公元310年 西部主皇帝马克西米安去世 东部父皇帝在305年 成为东部主皇帝 他发布了塞尔迪卡设令 停止了在帝国东部 对基督教的镇压活动 西部主皇帝均是坦丁大帝 和东部主皇帝比西尼 在313年颁布米兰设令 允许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 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 到公元380年 又发布了萨洛尼卡设令 基督教反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古罗马境内成为基督教地区 公元70世纪 阿拉伯帝国崛起 中东 北非等地 开启了伊斯兰化进城 但在这股伊斯兰化大潮中 黎巴嫩的基督教 却神奇地保留了下来 让该国成为中东地区 唯一一个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共存的国家 1943年11月 黎巴嫩共和国宣布独立 当时的人口是130万 其中 基督教徒占60% 伊斯兰教徒占40% 在伊斯兰教徒中 逊尼派和什叶派 差不多各占一半 当时各教派 就国家权力分配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 总统和军队总司令 由基督教徒担任 议长由伊斯兰教实业派担任 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 议员和部长的席位 则按照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 这就是独特的分权共治制度 独立之后的十多年 黎巴嫩经历了一段 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社会文化多元 这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 各宗教和教派之间平安无事 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 贝鲁特被誉为中东小巴黎 或中东小瑞士 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打破了黎巴嫩的平静 战争中 阿拉伯联军向以色列发动进攻 100万难民出逃巴勒斯坦 其中有40万人涌入了黎巴嫩 另外60万人进入了约旦 随着黎巴嫩境内 阿拉伯人口出现暴增 他们开始要求调整权力结构 但基督教并不让步 矛盾开始愈发激烈 1964年巴结组织成立 总部设在约旦 1970年巴结组织 劫持了英国、德国、瑞士 共三架客机 将300多名乘客囚禁在约旦沙漠 逼迫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 在遭到以色列拒绝之后 当众炸毁飞机 举世震惊 巴结组织因此遭到了 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约旦国王决定武力驱逐 巴结组织总部 被迫搬迁至黎巴嫩南部 他们在那里训练武装力量 并不断袭击以色列 叙利亚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宿敌 随着巴结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安家之后 叙利亚军事力量也进入了黎巴嫩北部 内部不稳 外部势力进入 导致黎巴嫩政局开始动荡不安 1975年 黎巴嫩内战爆发 这个小国成为叙利亚 以色列等国和数不清的阿拉伯武装组织的绝力场 这场内战持续了15年 战争期间 黎巴嫩南部被以色列占领地区的40万什叶派穆斯林难民 涌入了首都贝鲁特 他们中的部分人 在伊朗的支持下成立了真主党武装 目标就是打击以色列 这让黎巴嫩更加动荡 从此 黎巴嫩再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反而成为一个被挟持的国度 消费者支出强劲 美国经济上季度稳步增长2.8% 美国经济三季度按年率计算稳步增长2.8% 尽管利率依然居高 但消费者仍帮助推动经济增长 商务部星期三10月30日报告 GDP确实低于二季度3%的增长率 但最新数据仍然反映出令人惊讶的持久性 美国人同时在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评估经济状况 消费者支出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0% 上季度从二季度的2.8%加速到3.7% 出口也为第三季度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增幅达到8.9% 另一方面 由于住房和办公室仓库等非住宅建筑投资下降 商业投资增长显著放缓 但设备支出激增 该报告是政府对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的三个估计中的第一个 面对美联储2022年和2023年 为抑制通胀而实施的更高借贷利率 美国经济仍在继续增长 尽管人们普遍预测经济将陷入衰退 但美国经济仍在增长 雇主仍在招聘 消费者仍在消费 美国经济资商会 Conference Board星期二说 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下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月涨幅 显示美国家庭将继续开支 而家庭购买力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预计未来12个月内出现衰退的消费者比例 降至委员会2022年7月首次提出这一问题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 美国曾经火爆的就业市场也失去了一些动力 政府星期二报告 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数量降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雇主今年迄今平均每月新增20万份就业 这是个健康数字 但低于2021年创纪录的60.4万份就业 2022年的37.7万份就业 和2023年的25.1万份就业 劳工部星期五预计报告10月份经济新增就业12万份 但这可能受到飓风海伦和米尔顿的影响 以及波音公司罢工的影响 这些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暂时失业 星期三的报告 包含一些有关通胀的令人鼓舞的消息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PCE 上个季度仅以1.5%的年率上涨 低于第二季度的2.5% 是四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核心PCE通胀率为2.2% 低于二季度的2.8% 尽管通胀继续得到控制 但平均物价仍远超疫情前的水平 让许多美国人愤怒也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姆拉·哈里斯 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竞选前景构成挑战 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与哈里斯的政策不同 特朗普的政策建议会加剧通胀 美联储上月开会时 对控制通胀的进展感到满意 并对就业市场放缓感到担忧 因此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半个百分点 是四年多以来首次也是最大幅度的降息 预计美联储将在下星期会议上 宣布再次降息 更为典型的降息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美联储决策者还表示 他们预计将在今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两次会议上 再次下调基准利率 他们预计2025年还将四次降息 2026年两次降息 美联储降息的累积结果 可能是降低消费者和商业的借贷利率 美国在新行动中对俄罗斯躲避制裁进行打击 制裁公司中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 美国星期三10月30日 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中 对数百个目标实施了制裁 以打击规避制裁 显示美国致力于对抗逃避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声明说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对十多个国家 近40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了制裁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说 这是迄今针对第三国逃避行为最一致的举措 包括对数十家中国 香港和印度公司实施制裁 是迄今为止 这些国家受到制裁最多的一次 受到制裁的还有俄罗斯 阿联酋 土耳其 泰国 马来西亚 瑞士等国家的目标 华盛顿采取这一行动之际 正寻求遏制俄罗斯 逃避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 对其实施的制裁 此次入侵造成几千人死伤 城市化为废墟 美国曾多次警告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共同高优先级物品 即美国和欧盟认为 可能用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微电子等先进元件 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这应该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私营部门 发出一个严肃信号 即美国政府致力于打击 逃避我们对俄罗斯制裁 并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让其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 美国财政部对274个目标实施了制裁 国务院列出了120多个目标 商务部将40家公司和研究机构 列入贸易限制清单 原因是他们据称支持俄罗斯军方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 在声明中说 美国籍盟友将继续在全球各地 采取果断行动 阻止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 发动非法和不道德战争 所需的关键工具和技术的流通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 星期三的行动是表示 如果沟通没有取得进展 美国将对印度公司采取行动 这名匿名官员说 对于印度 我们非常直接 直率地表达了 我们对该国正在出现的趋势的担忧 我们希望在这些趋势发展的太快之前 予以阻止 印度Fartreval是被国务院制裁的公司之一 国务院指控 该公司参与向俄罗斯的 Orlon无人机制造商供应高优先级物品 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 Schreya Life Sciences Private Limited 称这家公司2023年以来 已向俄罗斯发送了数百批美国商标技术 总额达几千万美元 国务院第二位高级官员 星期二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自开展以来 运往俄罗斯的优先物资 有70%多来自中国 价值估计超过220亿美元 这位官员说这是第二大供应国的13倍多 土耳其截至2023年底是第二大供应国 国务院和财政部说 星期三被制裁的公司 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公司 涉及向俄罗斯公司或最终用户 运送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优先级物品 美国还对支持俄罗斯北极项目的 不同实体采取行动 该项目60%的股份 由俄罗斯诺瓦泰克 Novatec公司所有 并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工厂 由于美国从2023年开始实施一系列制裁 并在8月和9月采取额外措施 洛瓦泰克被迫缩减北极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最终每年生产1980万吨 但美国没有使用去年拜登总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 该命令威胁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罢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说 银行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授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